大家好,我是阿剑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今天我们用莲藕来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 不用发面,也不用擀面 做出来外酥里鲜 比油条更香,更好吃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就算是厨房小白 看一遍我的视频也能够学会 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 是怎样制作的吧 这是我提前泡放好的干香菇 已经泡胀了 挤干水分后 给它捞出来放至菜板上 先将汤切成细丝 再切成小丁 最后再给它剁成碎末 处理好,放入盘中备用 我们再来准备一根去皮洗干净的胡萝卜 先给它切成薄片 再切细丝 最后切成小碎丁 切好和香菇丁放一起 再来剁点肉末 嫌麻烦的朋友 咱们也可以用搅肉机 搅成肉末 剁成像这样有点颗粒感 就可以 然后给它放入大碗中 再来切点配料 去皮的生姜 给它切成末 几个蒜子 先切成片 再切成蒜末 切好,放入大碗中 一把小葱 将它切成葱花 切好,放入大碗中 接着我们的调香味 加一勺食盐 一勺松茸鲜 一丢丢的胡椒粉 一勺生抽 给它提味 适量的蚝油提鲜 一勺玉米定粉 再加入一勺清水 用筷子 给它搅拌均匀 使肉末入味 把肉末多给它搅一会儿 搅至上劲 搅至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一根新鲜亮丽的莲藕 我们在挑选莲藕的时候 一定要挑选这种 两头密封信号的 里面不会带有淤泥 我们先用刀 把莲藕结 给它切下来 像这个莲藕结 也不要丢掉了 将它洗干净 留着晒干 再泡水喝 我们再用削皮刀 把莲藕给它削去外皮 去皮后 放至菜板上 给它切成均匀的薄片 切好 放入清水中 把莲藕清洗干净 洗好后 放至菜板上 先切细丝 再切成小丁 最后再用刀 给它剁碎一点 像这样有点颗粒感 就可以 剁好后 我们给它挤干水分 放入搅好的肉末中 然后再把切好的胡萝卜丁 给加进来 切好的香菇末 也加进来 再用筷子 给它搅拌均匀 使所有的食材 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搅鱼后 我们给它放一旁备用 这时候 我们来准备 一块钱的馄饨皮 馄饨皮一定要挑选这种 干爽一点 大张一点的 这样我们在包的时候 就会更加的方便 先取一张馄饨皮 放在案板上 用筷子 在馄饨皮的边缘 沾上一点清水 这样可以 沾得更加的紧实 然后再放入馅料 给它整理一下 也不需要加入的太多 不然容易散 整理平整后 把两边边缘 给它对折 再卷起来 像这样我们的一个深胚就做好了 用同样的方法 将剩下的肉馅全部包好 摆入盘中 再来准备三颗母鸡刚刚下的蛋 依次的给它敲入碗中 然后再用筷子 将它调散 稍微多调一会儿 使鸡蛋清和蛋黄 充分地融合到一起 搅置像这样 比较细腻的状态 就好了 然后把莲藕肉卷 放进蛋液里面 裹上一层漆蛋液 接下来 我们锅中加入多点的食用油 把油温烧至五成热 油热后 再把火上蛋液的莲藕肉卷 一个一个地放入锅中 开小火 慢慢地炸 拼命地炸 炸至金黄酥香 然后用筷子 不停地给它翻动 使其受热均匀 亲爱的朋友们 阿剑每天都很用心地 分享家常美食 如果这道菜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记得给阿剑 点个赞 或者评论转发一下 让更多人知道 非常感谢 快出锅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转大火 给它速砸三十秒 这样砸出来的食材 就不会吸油 吃起来也不会那么腻 砸至像这样 八面金黄 我们再用漏勺 给它捞出来控油 再装入盘子里面 端上餐桌 一家人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像我这样做的莲藕肉卷 色泽金黄又人 香味浓郁 看着口水直流 吃起来外酥理论 层次丰富 营养也是非常的全面 我们依次性 也可以多做一点 放置冰箱 冷冻保存 做一次 一个月的早餐 都不用愁 想吃 随取随老 如果你也喜欢 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